七 七 八 满满的能量注入到我们的土地之上 从石板墙缝中透出的光 陈慧玲个人创作画展 13号在新来艺石板屋隆重开幕 来一项公所近期积极发掘在地艺术工作者 提供他们一掌长才的舞台 分享他们对创作的热情与理念 请我们文物馆要跟部落结合 要多去部落发现 部落的人事物 所以我们陈慧玲的画作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坚持 很有爱心又很热心 陈慧玲的创作之路 从制作客服般T恤开始 不只从传统艺术中汲取图腾与色彩 也尝试西方美彩与技术 逐渐沉浸在绘画世界 有画呈现出我们原住民的立体感 更好更美 层次更不一样跟亚克力不同 因为亚克力它可以平面一些的 但是油画它没有平面 所以它整个呈现得更立体 就很像是现场的 所以油画的我会比较喜欢 陈慧玲画作不只表现个人内心世界 也记录她周边所见女性的故事 我认识的每一个女性都很厉害 都很坚强 尤其是潜在意识吧 所以我就把所有我认识的 还有周遭的就放在画 所以这次的主题都是以女人为主 以女性为主居多 还有以传承传统居多 展场多元丰富的作品 展现出陈慧玲创作能量 未来她将持续学习 尝试碰撞 为自己的作品找到更多可能 原石文巴朗评论来意 长报道